不只勇敢站出來 批評蔡英文的能源政策 江儀化還以長峰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 進行演講 分析民進黨會失去 台灣民意支持的主要原因 專程到美國洛杉磯 中華民國前行政院長 江儀化理論與學術並重 一談起台灣危機 馬上盤點出蔡英文政府 一連串新政策 為何最後都會民怨四起 像年金改革也好 像同性婚姻也好 像這個對忠教寺廟的 這個所謂的改革 乃至於最近 對於財團法輪法的 這個新的立法 這些事情在我們的政府的眼中 他似乎認為 他都是站在對的一邊 都是進步的一邊 可是事實上這些事情 是有很多瑕疵 甚至於在某些地方 是有錯誤的 不只政策喪失民心 已經重創民進黨的 九合一選情 江儀化更重觀察 台灣未來出入中 發現民進黨可能 通通做不到 原因出在不願面對 政府不願意去面對 反而把所有提醒 或者是批評政府的聲音 都當成是故意來找他麻煩 那這樣就會越來越僵化 他就更不願意去看待 或反省自己在市政上面 為什麼會失去民心 那我想為了國家的好 我們還是希望 政府能夠真正的靜下心來 把他曾經推動過的政策 以及現在正在推動的政策 好好做一個反省 甚至對於有心人士 反對江儀化被聘認為 中正大學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所 專任教授一事 江儀化更是回答的理直氣壯 我個人的例子那更是 批評者更是可笑的 因為我完全是按照 法定的程序學校的規定 來申請教職 而我當然也是有授課 才有取得薪水 所以對於網路上一些完全不實在的 非常惡意的這種污蔑跟謠言 我相信學校自然會澄清 至於更多台灣政局分析 江儀化則選擇 前往東森美洲電視 接受熱門新聞評論節目 明目張膽的獨家專訪 來完整分享台灣未來出路 歡迎觀眾持續鎖定 東日新聞為寬用志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在洛杉磯的採訪